吸唇器抹布 给吸喘喘 洗冷气不求然 DIY洗冷气零成本 网路教学四步骤 拆滤网 水洗擦干 再用吸唇器吸蒸发器 随后拆下摆动 擦拭机体 而最常见的风骨葬屋 则能用上这个小屋 小小一只棉花棒 除了掏耳挖鼻 还能清洁冷气 洗冷气很重要 因为要是没清 吹起来不凉 就可能不知不觉按下手中的遥控器 以小家庭四台冷气计算 若把温度从27度调到24度 一天吹8小时 耗能18%的电 等于一天多20度电 相当100元电费 一个月算下来就要3000元 冷气大概是一年 一年左右大概就是 全盘的从清洗 维修 保养 还得到比较好的省电 要享有最佳的冷房效果 冷气叶片方向也很关键 是往上吗 还是往下 许多人以为叶片往下调 就可以快速降温 但其实是要水平方向 风能吹最远才不会温度不平均 另外把电扇或循环扇摆在空调对面 往上45度角室内更凉爽 那风扇的作用是对流 也增加身体的这一个 表面上的这个散热的这个干度 网络教学零成本洗冷气法 虽然能省工钱和电费 但专家也提醒 若没弄好伤了零件 恐怕得花钱维修得不偿失 记者林世新王世函 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